学佛没有偏定 最重要的 一教修行 我虽然是个知识分子 从小都受过家教母亲的教养 影响很大 所以还算是老师听话 老师教我的 我都知道做 只要我接受了 我一定会做到 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 我就真的走释迦牟尼佛这个道路 他要我出家 我就出家 我懂得 真正 红发力 力生的人太少了 那我们真发心 做出牺牲奉献 这个牺牲 真真吃戒 真能吃苦 这两条事情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不能吃苦 不行 最重要 不失忍辱 不失是放下 什么都放下 什么都要忍 你不忍 这个路你决定走不通 障碍太多太多了 你们大家都看到 我学佛60年 讲经53年 现在还有这么大的障碍 还有这么多的折磨 你就晓得佛讲的是真话 不是假话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 红发力生 比过去那一辈 像李老师 张家大师这一辈 再上去呢 更不必说了 我们比他们艰难太多了 十倍不止 在那个时代 这一些大德门 跟人讲经说法 不管人能不 肯不肯做 但是还都听了 还都点头啊 现在不听了 摇头啊 你怎么办 不接受 反而是 我意的批评你 都都要受 我意的批评你 我们晓得 为什么会动现象 人 没有接触到 神仙教会 越迷越深 早夜是 越早越严重 他不会回到我 果报 决定 逃避不了 他也不相信 应酷 他敢做我 不相信 不孝父 不敬 神仙 现在是这种 这个时代 上一代的时候 虽然不孝不敬 表面上还有一点意思 现在的表面都没有了 所以 灾难陷阱 这是空前的灾难 您能说灾难没有吗 我们真正 稍稍欺辱大臣的人 心里明白 灾难怎么来的 不善业所感的 极乐世界怎么来的 上上善业所感的 享福受罪 全是自作自受 你能怪人吗 所以人 不可以怨天忧忍 怨天忧忍 是很重大的罪过 古人教给我们 心有不得 凡求助 肯定 都是自己造的 这一定要懂得 佛菩萨 实现在这个世界 也得吃净苦头 那是为什么 叫带众生苦 什么叫带众生苦呢 表演给众生看 释迦牟尼佛 能吃的苦 我们不能吃吗 祖师大德 那一生吃的那么苦 我们也应该要吃 心就平了 这才能有成就 这才能有成就 再大的苦难 如果心里有怨恨 有不平 那就完了 你就被淘汰掉了 无论什么样的苦难 心里头若无其事 保持 清净净平等 你提升了 这个灾难对你 叫正上远 对你是帮助 帮助你提升了 你看看 提升是福 下降是罪 全是自己的意念之间 你能怪人吗 一念明白就上身 一念糊涂就往下降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佛教导我们 要念念救 那一句佛号就是救 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翻成中国能翻呢 不是不能翻呢 阿翻作五 弥陀翻作量 佛是救 用中国话是 无量救 救而不灭 念念都救 那还得了吗 那就是佛吗 没有一念是迷惑的 这个一念 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念念救 这是什么人呢 华严经上讲的 四十亿位法神大使 他是念念救 没有一念不救 那我们现在做不到 我们念念是迷啊 偶尔也救一下 但是这的念头 少 迷的念头多 这功夫不得力了 如果这的念头多 迷的念头少 你就感觉到功夫得力了 功夫得力是不会被外面境界干扰 这样的功夫 用在念佛法门 决定的圣经度 往生有把握了 我们回头再看 法华经上 第一句话 智德大使说的 四十余年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 讲经教学四十九年 最后的八年 讲法华经 那四十九年 这四十余年 就是四十一年 佛放在心上 没说 为什么没说 人不能接受 学生没到这个程度 所以世尊 开悟的时候 二七日中 也有经典说三起 这个我们不必去考证 没有这个必要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讲法华经 法华经是在定中讲的 我们一般人 看佛在菩提树下 他说 在入定 不知道他老人家 在讲法华经 讲华严经 华严经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开悟 他所证的境界 全部说出来 所以我常常 这个提醒同学们 六族会能大师 开悟讲二十个字 那二十个字就是 释迦摩尼佛讲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华严经浓俗 就是那二十个字 能大师二十个字 展开 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 不增不解纳 世尊细说 没人懂啊 能够参加华严法会的人 都是法身菩萨 不是法身菩萨 你入不了他的境界 也就是 过过都是大师大夫 像会能那样的话 他能参加 他有资格参加华严法会 别人看不到啊 那么佛看看 这个世间 云云众生 迷惑 不知道来 请罚了 这里头我们要知道 他是以佛的身份 出现在世界 佛是老四 师道 只问来学 未问往教 对老师要尊重 没有尊重老师的心 老师再高明 再自卑 没法治教 所以没有人请罚 没人请罚呢 佛就准备入半地盘了 就灭度了 走了 这个时候幸亏 四禅天里面 五不还天人 他们看到了 他们在天上看到 释迦牟尼佛 在地球上啊 释迦成道了 如果没有人请 且请罚 佛就走了 在这个时候 他们下来了 禁据天人 就是五不还天 禁据天人 他们下来 变一个像人的样子 我们凡人的样子 向释迦牟尼佛 顶礼 求佛 祝师 求佛 讲经说法 就是十大院王里面 请佛 请转发轮 请佛祝师 在释迦牟尼佛接受了 接受 他们走了 释迦牟尼佛 出帝 起来了 走到陆叶园 看到 五个人 这五个人 原本都是来照顾他的 伺候他的 他就先给这五个人 说法 五个人 都先出家乡 就是僧团 在洛叶园 最初建立 一个老师 五个学生 第一次说法 乔臣如 正阿罗汉 真正正国的一个 很了不起 其他四个 正出国二国 不等 僧团 出现在世界 最初 讲阿罕 十二年 这十二年 等于办小学 多半 讲世间法 讲人天法 你怎么样做人 能保住人生 来生 不会多伤我道 跟你讲这个 如果觉得 人间不好 天比人好 你还想升天 给你讲升天的法 人天也想法 还有高明的 升天还不满意 知道 因为大家都修 四天八天 都知道 有这个六道轮回 那那听说 佛讲的时候 六道之外 还有更好的世界 就想超越 六道轮回了 那就是阿罗汉了 这叫校尘 十二年 十二年 这个根基打下来之后 再提神 讲方等 方等是大臣的开始 大臣教的预备办 八年 然后真正跟你讲 那佛法的核心 是佛 真的想说的了 般若 般若讲 二十二年 四十九年教学 般若二十二年 你就晓得 佛在世间教学 是以智慧为中心 般若是智慧 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般若 是智慧 前面都是奠定基础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薄弱 讲完之后 最后讲法法 法法是什么 法法就是花言 到这个时候 大家能接受了 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根底 有德行 有智慧 能接受 给大家讲法法去 所以法法跟华言 是同样一个境界 那就好像办研究班一样 波瑞是大学 法法是研究班 这就是四十余年 运在佛险 华言是正的是 后盘脱出 但是没有能接受 所以要先培养基础 智慧开了之后 才能够接受花言 踏悟至者 没人知道啊 佛教学 他的用心 他那个设计 没人晓得 反正跟他学就是了 到法华会上 才完全了解 佛的真实的慈悲 显示出来了 那这些弟子们 对佛知道感恩了 所以说成佛的法华了 佛终极的目标 是希望大家 统统能成佛 他说的究竟呢 一禅题也有佛性 法华之前 佛没有说过这个话 是 一禅题没有善根 他不能成佛 这是佛从前讲的 法华会上呢 就不一样了 法华讲真的 一禅题也有佛性 一禅题也能成佛 我们这四十八院 跟这一句话 完全相应 无逆时卧 这样的过人 临命宗实 一念深念 也能往生 凭什么 法华经上说的 一禅题也会 一禅题也能成佛 说明佛法是个平等法 真平等 菩萨正得了平等 我们的平等心 现前才是菩萨了 你还有后部 还有彼此 还有善悟 还有倾诉 这不是菩萨 你的勤职还没断 真平等 任勤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 都是我的亲人 都是父母 都是老师 都是佛菩萨 平等的离尽 平等的称赞 平等的供养 这是达成佛法 没有一点事情 有一点事情 反复 迷而不绝 所以这叫密 他无知这叫密 一臣知道 总是万土 故云要也 一臣是一佛臣 二臣是大臣跟小臣 大臣是菩萨 小臣是圣文元旧 一臣 一臣就是称佛 叫一佛臣 发华是一臣 华言是一臣 这是隋唐时代 这些祖师大德文 公认的 世尊一臣所说的一切 一佛臣 直接叫你 在一臣成就 证得无上的 正登正求 就正念不及 华言跟法华 这叫药 总是万土 是叫你 大臣大悟 明心解心 在教书 像华言经 跟这个法华经 是叫你 大开圆解 大开圆解 跟大臣大悟 是一个境界 用的方法不一样 禅 完全用禅旧 教 一定要记住 其心论里面所说的 马明菩萨讲的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研究教 你才能够大开圆解 其心论里面所说的 其心论上说 立明自相 立言说相 立心愿相 你就能到达这个境界了 天经不执着 天经不执着 言说相 言语 讲的深情广辖 都没关系 你要听 言语里面的 一体 听这个东西 会听的 你看佛经 不能执着文字 不能执着名词说语 因为这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这是原生之法 要看到什么 看文字里头的毅力 那个毅力 自自居居 无穷无尽 那自信嘛 从这个方法来建训 就这么会 天经 从言说里头建训 读诵 从文字里头建训 这厉害啊 古人说 会听的 听 听 玄外之音 直接演奏的时候 这个弹琴的时候 你要听 玄外之音 你不能执着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言语文字 你要懂得 引语文字之外 有东西 你要真看到 真听到了 就看我了 那第三个 要立心原相 不能自己想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我听懂了 我听到这个意思 那个意思 全是假的 为什么 过几年的时候 又不是这个意思 这就讲 我们自己 就是第六意识 去理解 这些经文 全都错了 凡夫之介 不是 夫之夫介 开经济 开经济里面讲 愿解 如来 真是意 如来是 如来是自信 我们自己 以为去解 这个不行 这不是真是意 所以你说 这个多难 你看 佛在世 把学生培养 你说多少年了 四十一年了 培养四十一年 才达到这个境界 十二年的阿罕 基础教育 八年的放弹 提升了 二十二年的薄弱 薄弱智慧 正说 最后 这八年法法 把你引导到佛 佛进阶 不是菩萨了 佛进阶 够够成佛 这个四是真难 所以古代在讲 叫南行道 因为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走这个道 阿弥陀佛慈悲 晓得这个道 我们走不通 这个道要什么人讲呢 上中下三根 上根 中根没分 上根 上根用这个方法 到法华会的时候 上根提升到上上根 他才能打开 圆界 那才能 明信 见信 不是上根 不行 都被淘汰掉了 那下根就跟不必说了 我们现在都是下根的根基 所以弥陀特别慈悲 给我们开这个法门 叫门与大道 八万四千门外的一个成佛之道 效果 跟他们是一样的 但是方法比他们简单 不必通过 你像这个 阿韩方等般若 不必通过这个 就一句佛号 就能够圆满 这还得了吗 所以 一切祝福 赞叹了 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太巧妙了 不需要具备 上上根基 只要具备 老实听话 真干 就行了 那这个 下下根人都能做到 成就不但 不比他们差 实际上还比他们高 妙妙则似的 不是跟那个长途的时候 同等 超过他了 这就太厉害了 所以你就晓得 法华经上讲是通途的 念佛的时候 比这个密要 还要密要 好 好 感谢观看